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五脏交心这个手法呢 我们是利用青龙百尾 青龙百尾 那才本血治疗 这个就是 我刚刚跟诸位讲过 本血是 该经的属性相同的穴道 我们叫做本血 胆经呢是属木 胆经的本血是灵气 因为灵气本身就是木 那 我们在做五脏交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去木生火 要去强心脏 那你知道胆是心脏的母心 也是小肠的母亲 这是补 那你一针在灵气上面 如果是只是平补平屑 他对氮脉很好 对不对 对氮脉很好 还有呢 对经络上的实症虚实症很好 对不对 那个针下去 你不用知道补蟹 镰刀气就是 它是木嘛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卸膀胱经的实症 也可以补到小肠经的虚症 小肠经痛很久了 也可以补到 那如果要 把这个针这个经络的气 同样运用 这一个本穴 一个穴道 下针以后 把这个气打到内脏去 这在那边 这个穴道上做平补平屑 光是引到气 就不够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 强加强使用 这个 这个 加在这个本穴上面 用苍龙 青龙白尾的方式 来加强的补的力量 好 补的力量 因为有的时候 偶尔会用到 为什么 因为有的病人 你要求安全 有的医生你不要小心 你说砸到身上 万一说砸到砸不对 好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你有时候 有不方便的地方 好 下次那个大庭广告人很多 那你要砸衣服 拉开来也不方便 好 你就一个穴道上跟他做 也可以 好 总是会有不方便的时候 好 那 这个 比如说你在露营 外面 又没有到地方挡雨 到这个挡风雪 对不对 你在外面那怎么办 你躲在一个石头洞里面 衣服要穿得保暖 你又不能下 那个内脏的穴道 按摩脚手 手脚方面很好砸 对不对 诸如此类 这个时候 才会用到 武藏交经法 简单讲就是 在本穴上面 用青龙白尾 来做他的补屑 好 力量可以达到内脏 好 那 使用的时机呢 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外 就是针对 皮块 硬块 肌块 在腹部 比如说 子宫里面 有肿瘤 那 武藏 胶经 我们用针下在 三阴交 痛会去掉 比如说月经痛 你下三阴交血 痛一定去掉 当场去掉 可是有肿瘤在那边 你要把肿瘤去掉 你可能要在同样的穴道上面 在三阴交上面来做 好 力量来增强它 增强它 好 然后把这个皮块去掉 好 那 这个 还有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 这个通关交经 通关 所谓通关呢 好 就是 有 像我上次讲的一个病例 比如说这个 这个骨头原来是连到了 好 结果断裂掉 中间少了一截 好 或者是骨头有断裂 我们它 重新接回去 或者是关节脱臼 好 我们通关的方式 交经 好 我们用这个下伸的手法 好 那这个通关交经呢 一般来说 都是在 我们在做 关节的周围的时候 比如说 砸砸针 我们砸的膝关 膝盖关节 我们砸的膝关 手肘受伤 我们砸的曲磁 好 那 关节本身有受伤 我们要让它 气通过去 我们砸对侧 对不对 下针 下针如果还没好 动还在里面 我们要加强它的力量 就会用这个通关交经 那通关交经呢 我们是用 刺缝摇头 就是刺缝摇头 就是一个卸的手法 好 卸的手法 那这个 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叫隔脚交经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 这个 我们有个名称 叫做隔脚 什么叫隔脚呢 当我们心脏有病的时候 一病 有个病 心口痛 常年的心脏病 心脏肥大都无所谓 你治心脏病的时候 你一开始下手的时候 先去治精 治精 先去砸他的精 先让他生精 身里面精抢起来的时候 病就停止了 不会再进 不会再恶化 好 这个时候你再去慢慢做其他的动作 好 这就叫做隔脚 哎 补蟹的手法呢 好 就是看你 好 这个需要做补还是做蟹 因为他是相克嘛 好 相生所用的 好 真正的目的就是 不要让病情再恶化了 好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第十二个关节交筋呢 跟通关交筋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好 哎 就是在关节上面做 平常呢 我们在说做补蟹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最多 因为后面有关系啊 最多呢 最强的 呼吸补蟹 好 好 这里介绍了很多手法 但是有几个重要的补蟹法 你要 好 要知道 这个呼吸补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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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使用在肉比较多的地方 好 做呼吸补蟹 那所有的丈夫的余蟹 比如说正面 好 这个 府会中安葬会张门 好 那个小长的墓蟹官员 膀胱的墓穴终极 背后呢 甘得脾胃三交肾 上面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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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 好 绝阴语 这个读啊 什么样子 心语 好 格书都可以做 那 做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任何的做补蟹 好 我们一贯的手法 临床上真的做的时候 最常用的手法 你们以后都会用到 就是我们先饮气 一般来说先饮到气 所以先饮气是挣扎了 酸了 好气到了 气到了以后 你才开始做补蟹才有用啊 而气没有到 人家做补蟹做了半天 那个病不会走 好 先饮气 然后 必然吸 叫鼻吸 口吐 鼻子呢 吸气 口吐气 现在我们先做补 好补 饮到气以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针在竹山里上面 下针 下到竹山里上面 下去 那就避成吸气 用鼻子吸 吸的时候你把针提起来 一边吸 一边你就把针提起来 提到鼻层 就叫做鼻吸 那我们在做补啊 当然不能让气跑掉啊 在这个穴道上跑掉 不能让它跑掉 让它吐气 吐气的时候针不动 一直等到它气吐完的时候 很快的把 针了 把它放在鼻层 底下去 这样子不会引到它动了它的气 然后再做第二吸气的时候 再慢慢它一边吸一边吸一边吸 最好的速度是它吸吸吸你慢慢提一边提提提提 正好它吸完气你提到顶端 最保满 最保满 这个气 这下面整个是气 非常饱满 你做了一个两下 第三下的针都几乎起不来了 被整个吸到一样 气非常的饱满 这下面 所以我们这个称为静按 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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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按下去的时候速度快一点 慢慢慢慢提提的时候就在吸 那按下去的时候一定是吐完气以后 再利用它吐气和吸气的中间 没有一个人吐气和吸气是连续的 除非你在跑 跑的时候你要短短呼吸很短才会 这样才会连续 否则吸汗吐中间一定有一个 可能是一秒钟的停止那个状态 正常是会停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用来停的那刹那中间气不动的时候 赶快把针放到底部去 再做它是不 好 那 另外一个呢 谢 我们叫做鼻子呢 鼻 吐 鼻子吐气 好 这口呢 吸气 好 这就是所谓的 谢 正好跟他反过来 好 警提 好 慢按 好 就是 他在吐气的时候 吐完了 在吐气的时候 鼻子在吐 一边在吐的时候 你就一 这个 等他吐完气 把针 放到底下 啊 等他口在吸气的时候 嘴巴在吸气的时候 这样讲 我们挣扎到竹山里上面 我们现在做 呼吸的补蟹的手法 跟 这个补汉 补呢跟蟹正好是反过来的 好 鼻子是吸气 嘴巴是吐气 这是蟹的时候吐气 鼻子吐气 好 我们嘴巴的口是吸气 记得方法呢 你就记得 我们要想把 小妈想办法把这个气丢出去 丢到身体外面去 补的是想办法把气 充饱 好像把汽车车胎 轮胎打 打宝一样 哦 手法是正好是 反过来的 所以你鼻子在吐气的时候呢 你把针一直压下去 很快的压下去 吐气让他整个把气通通吐出去 然后他吸气的时候 吸气了呢 好你慢慢慢慢慢慢提起来 不要让他气呢 回流到这边来 好想办法把气吐出去 刚好跟这个是相反 好相反 那临床上的时候 这是比较讲究的 临床上的时候 我们 有的时候 各位不用跟病人讲说 你用鼻子来吸气 用鼻子吐气不需要 就是呼吸 就是呼吸 他来吸气的时候 你把针提起来 然后吸薄了以后 吐气 等他吐完以后 按下去 就不会影响到气 这是强补 呼吸的补蟹 蟹呢 让他吐气 吐气的时候呢 你把针慢慢慢慢提起来 他一直吐 你一直提针 等他开始 呼气的时候 你把针下去 跟他气正好是相撞的 撞在一起的 哦 那这是 蟹法 哦 蟹法 简单讲就是 你跟补的手法 反过来做就好了 哦 然后起针以后呢 针拔出来以后 针孔 不要去按他 那 再来呢 我们这个什么植物补蟹啊 植物倒旧啊 哦 我们这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水病 我们治疗骨障的时候 哦 有个叫水 骨障的人呢 肚子都是水 积水的时候 哦 我们用 植物倒旧 好植物倒旧法 比如说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治疗水病呢 水分水道 官员中吉 还有三皇 英零泉 地基 三阴交 好 那 我们用下载 英零泉 地基 三阴交的时候 我们用九入六出的法 插体法 好 这是专门 退水用的 好 退水 退水 那 我们用了大穴上面 什么叫大穴 我刚刚讲 比如说我们治水病 水道 水分 英零泉 地基 三阴交 我们知道英零泉是最大的 为什么 因为是泉嘛 英零 三陵底下的 地下的水 英零泉 那你在英零泉上做 地基上做 三阴交都可以 那我们一般 我一般来说 在英零泉上做 尤其遇到水病的时候 那在地基和三阴交呢 只是平补平泄 因为它没有什么血性嘛 就是平补平泄 但是在英零泉上 会加重 我们竞争 那竞争的时候 你不用说做 这个什么 天人地不需要 就一寸的距离 在里面一寸的距离 好 九次的进 进的时候呢 一定是很 慢慢的提起来 很快的进 这就是补 那很 这个很快的提起来 慢慢慢慢的进去 这就是泄 所以九次做完以后 做六次的泄 为什么补泄 会同时出现在一个穴道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要 引动它的三胶的气 三胶气不通的时候 水会累积 因为三胶 咳绝独之关 水道出烟 那全身的水 我们要把它散掉的时候 要把三胶气 三胶气的气要点起来 那三胶气点起来 三胶是 它是指形阳 三胶行阳 全身的阳气呢 都是在三胶网络里面 灌溉到全身去的 所以我们用 九入六出的时候 阳气会很旺 那你同时补泄金在里面的时候 它阳气会 进退会有依据 所以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 阴和阳能够平衡 调和起来都是常态正常 那如果阴肾阳衰 或者阳肾阴衰都会造成失衡 到最后的时候阴阳不平衡 就阴走阴阳走阳 两个完全不搭嘎了的时候 就是已经面临到生死的大限 那我们想法 我们的想法就是 原理就是说 在这上面做补泄 同时做补 同时做泄的时候 就可以引动三胶的气 那水的泄出来的力量就很大 那你如果说 老师我不用这个 我就直接下针 水到地基 阴陵圈三星胶绝果 绝对有效 只是这个速度很快 这个几乎下完针 就跑去上厕所 下完针 你留长一点 他都受不了 你赶快把针拿来 我要小便 就那么急 那如果你只做补泄 这上面引到气就好了 绝对有效 那至少第二天早上起来 整个消掉 那晚上可能跑好多次厕所 那效果是有差一点 有差一点 但只用在补泄上面 后面的呢 我觉得诸位呢 可以看一看 那个就是我们一些 好 这个 有用 但是用的 不多 好用的不多 好用的不多 所以诸位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好 这个第一百三十页 针究大臣 卷六一百三十页 中间的地方 十二经络者病 有没有 十二这段很重要 十则卸之 虚则补之 寒则流之 热则疾之 所谓疾之 就是热症的时候 我们症下去就出来 一般来说不留症的 好 寒症呢我们留症留在里面 如果看到 凹陷的病 总流凹陷下去 我们用揪 好 不虚不实 好 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它虚实的时候 我们取它的精血 好 以例子来说 膀胱金呢 好 虚则补羊 羊所处为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如果是不虚不实的时候 我们补它的精血 就是我们下针下的昆仑 昆仑穴 就这样 就这意思 好 那一百三十页呢 卷六一百三十页 我们有下针 有八种 好 第一个呢 是揣 这个是揣 这个针怎么做呢 针下去以后 然后呢 各位看哈 真进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的时候 观念是这样子 如果病在 是荣畏的观念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如果这是气 抱歉 这是血 这是气 如果病是在气分 我们知道是在很表面上面 我们砸气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伤到 不希望它伤到血 那如果是病在绒上面的时候 病在血 我们砸真的 不需要它伤到气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 有八法 第一个是揣 揣就是 指头呢 指甲 搓一搓它 如果砸绒 一针下去 经过气 不伤到气 直接要砸到血脉上面 用指甲搓一搓 蒸下去 吓得深一点 砸到血脉旁边就好了 意思就是告诉你 不要手不摸它 就直接蒸下去 因为你的目的是自血 你不要去伤气 这是比较讲究的 比较讲究 那我平常呢 那我不管它 是伤血还是伤气 因为临床上 我们不会那么讲 我们就用指甲 掐一下揉一下 再下针 那个动作就好了 那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表气 在表面上 比如说伤寒 病人发汗 好 这个头痛恶寒 有发烧 我们在或者是皮肤病 我们知道病在表嘛 下针砸的气氛 都在肌肉和皮肤中间 很浅的 这就是不伤血了 但是砸针 那不管是砸这两个 我们手都是去揉揉 用指甲暗暗削 用手去揉一揉 那你们指甲洗干净一点 不要下面黑黑的 好 那我的指甲不多 所以我轻轻压一压 然后手指都揉揉就好了 好 真就下进去 那 胃病呢 真很浅 熔病 血比较深 基本上就是这个观念 好 这个爪呢 跟甩是一样的 用指甲 好 那我们在砸动脉旁边 比如说 炸太渊进去裂缺的时候 我们用指甲把 把血脉拉开一点点 下进去 好 炸动脉的后方 也就是手指头 指甲把脉切开来 蒸下去以后放开来 那个脉 动脉 正好就跟针贴到 那你会看到那个针在那边跳动 那这叫点头针 下针的高手 就会看到这个点头针 好 好 这个搓呢 就是前面讲的 我们左右连转就是搓 好 这里呢 我为什么把它提出来讲 就是 痰跟摇 我们 蒸下去以后 有一种轻补 很轻微的 补 那 不需要很重的补 好 那你们下针的手法 你可以 找它的穴道 用植木补屑 或者是本穴 但我们有一种痰针 就是说 我不想下太多 我真砸在竹山里上面去 本来这个人是胃痛 竹山里就解决了 所以本穴下肩胃不痛 那可是他有一些人牙齿痛 牙齿痛痛了两三天了 那我也惨得去下止穴 那直接在竹山里 一个穴道 同时治疗胃 同时去治疗牙痛 就会有 这个痰 还有这个腰 痰呢 就是补 腰就是蟹 所以痰呢 就是用手指头 用那个指头想弹 弹他 你弹那个针 一只弹之弹之弹 气就来了 好 气就来了 这是弹针法 就好像你养了个锦鲤 你到那个锦鲤池旁边 拍拍水 锦鲤就来了 好 弹一弹 补他的气就来了 你看他气一大票 好 气就来了 好 弹 那 弹针呢 和摇针 就是我们摇动针头 不是摇动针饼 想办法去摇动针头 摇一摇 这是摇 针头 那一般我们在这一页写的提痘曲 并不是我们讲的补线提痘曲 而是说 我们针下去竹山里 比如说我现在先下竹山里 对不对 下竹山里以后呢 我一提一点 先他引到气以后提一点 让气有个地方呆到 从这个时候再开始做弹 你知道吗 好 并不是说那个提痘是补线 所以通通是退 退一点点 退一点点 让气在下面 这个时候你用弹一弹 就是补 摇摇就是线 好 这是最浅的 最浅的这个补线 好 最浅的补线手法 好 徐呢和上面的燃 就是我们的饮水法 好 饮水法 我前面介绍很多 我们最近不会花时间介绍 好 你是谁 这个 在 继续下去讲之前的诸位看 真究大神 卷七 164页 卷七 这里开始的我们要介绍 这个五书穴的治疗法 就是这个五书穴的治疗法 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个五书穴的治疗法 就是这个五书穴的治疗法 就是这个五书穴的治疗法 结痛 经呢 叫做喘 咳 或者是瘦没有关系 喘瘦寒热或喘咳寒热都可以 这个呢 和穴呢 是逆气 而泄 武苏穴的治疗呢 每一条经 不管是阴经 阳经 都有锦中鱼金河 那锦中鱼金河本身的血的性 就是这五个 举例 有的人是心下满 心下正好在乳房这边 老师我这个乳房痛硬快正好在 胸口这边 心下满 有胀满的症状 你可以下颈 过去呢 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 颈龙呢 大部分是冬天 冬天下增 它的血性 因为这边末梢嘛 末梢 天气冷的地方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就是在 在脚趾头边或手指楼旁边 我们的 那春夏呢 我们都在大部分在 鱼金河上面下增 秋啊 春夏秋 冬天呢 都在容穴上面下增 这是一般我们的曲穴 但是呢 曲穴还是要看症 主要看症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来了 我发高烧 哇 头好昏哦 这这边头啊 老师太阳症 对不对 太阳症 我们叫太阳症的熔穴 通骨穴 就是他的主生热 所以说 我们所谓的 五出穴 你要看当今的病变 而不是说任何的生热 你都下 我们有十二穴 有十二个熔穴 你不能十二个熔穴都下 你要看在哪个位置上 在下增 比如说 这个女人乳癌 乳房硬宽 已经破烂 从乳头这边开始溃烂 热 生热 我们不管那个生热 是发炎的溃烂 还是高烧的热 都没有关系 一样 未经的 溶穴 内停穴 就这意思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 五个穴道了 本身的穴的性 穴性你要知道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关节疼痛 我感冒了 关节疼痛 那在哪个地方 都是后向的地方 那你想后向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光讲五疏穴 对不对 后向 哇 膀胱筋落上去 最大的什么膀胱筋 当然胆筋也要落过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下 膀胱筋的 这个 这个 疏穴 跟胆筋的疏穴 就是专门筋 就专门制造体重节痛 知道我也是 好 那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 我现在的关节痛 关节肿起来 那这个肿起来 正好在 你看我这手关节 很多内风湿筋关节 在指头关节这边 我这肿在这边很痛 整个子都肿起来 我痛风 对不对 痛风在这边 那你怎么下 你看这是肺经 那你会下肺经的什么 余穴 就这意思而已 那 增下去以后 无所谓补穴 因为他的穴的性就是这样子 增下去 平补平穴 平补平穴就是燃针嘛 燃针 燃法 那就增下去以后 连转下放到 结束 就是利这就利用他的穴性 好 来做取舍 好 来做取舍 那 咳嗽喘咳喊热气喘 然后好 逆气而泄 这种逆气而泄就格逆 比如说 有的人上处下泄 就是逆气而泄 好打嗝不断的 好放屁 好 这都可以用 来 再来呢 如果翻过来好 我们要介绍呢 到 170页 卷7 170页 这是我们针就很有名的 所谓 主客治疗 也称之为 圆落治疗 这就是治疗法则 法则 法则 为什么我们叫主客 就是 主呢 就是 并变 并变经 客呢 就是他 表 或者是 或者是 礼经 就叫做客 那遇到 我们在主经上面的时候 取他的圆穴 客的时候取他的落穴 所以我们又称之为 圆落治疗 阳经 是 所有的 三胶的脉络在管 所以 三胶经 通通落到 秦阳 通通落到 所以 阳经有个独立的圆穴 这个圆穴就直接落到三胶上面去 阴经呢 他不管了 那个三胶不管阴经 所以阴经本来是没有落穴的 在这个时候 当病发的阴经 我们要用圆落治疗的时候 阴经要取圆穴 没有啊 就取阴经的什么 鱼穴 好 阴经呢 好 用他的鱼穴来取代他 这是行家讲的话 你如果说 这个阴经也有圆穴 你根本就针灸没有练过 阴经没有圆穴 好 就这种鱼穴来带 比如说 阻太阴脾经 太白穴 对不对 阻太阴肺经 他的圆穴是什么 太阴 好 好 那现在看好 神尔经的主课治疗 那肺之主大肠之客 所谓肺之主大肠之客 就是病在肺 那肺和大肠的表里啊 所以我们两边是相通的 相通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大肠经的 好 落血 来辅助他 好 那你看这个肺肺为主的时候 喉咙痛啊 好 肺主喉咙 喉咙痛 那丑长发热啊 这个 谭多啊 都是 那我们可以砸肺经的太阴 原者太阴穴 下了太阴以后 再下肺经的 那个 这个表里经的大肠经的落穴 大肠经的落穴 这个偏利穴 除了内科治疹以外 这圆穴 一样我们除了经络也可以治 比如说肺经的实证 我就不想下他的此则 你可以下圆穴治疗 但是你用了圆穴 变了以后一定会用到 他的表经或者是理经的落穴 这才是真正的圆穴治疗 好 那如果我们知道内脏病的时候 他就咳嗽啊 老师怎么分左右 不用左右两边都下 好 不分左右两边都下 但是圆穴上下针的时候 圆穴落穴落穴上下针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治疗法则 所以我们没有特殊的补现 直接是燃针 就频补 凭借左右转 引到续就好了 好 引到续就 那后面就是大肠主肺为克 大肠经有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肠经的圆穴 肺经的落穴 我们来这个 来做这个主克治疗 好 依此类推 这就是 所以你们后面的治疗法则 你们可以 那个里面的治症 你们自己去看 再来我们介绍呢 这个鱼目治疗法 好这是主克治疗 鱼目治疗呢 专门治疗内科病 你不会今天一个 手痛我们的鱼目治疗 哦不会鱼目治疗都在背上 胸前和背后 哦 叫鱼目治疗 因为所有的经 每一条每一个的内脏 就他的鱼穴 每一个内脏 就有他的墓穴 我们同时使用墓穴和鱼穴 这叫做鱼目治疗 好 举例 有个人现在被气转气转 这个 也也不要问他这个酒病 就是就多久了 好 肺的 鱼穴 第三罪外开 一寸半 正面的中腹穴 可以斜透到鱼门 中腹穴是肺的墓穴 对不对 这是鱼目治疗 这就是鱼目治疗 好 那有一个人呢 胃口不好 不想吃东西 只想小孩子不喜欢吃东西 喂了木穴 中腕 对不对 背后呢 胃疏 那小孩子呢 14岁以下 不留针 直针进直针出 那你如果只砸了中腕 你没有去砸背后的胃疏 就不是鱼目治疗了 这意思 那用在 制针在所有的内科病 都在用 当内科病显现出来是热症的时候 热症很多的方式 嘴巴很噪渴 喜欢喝冰水 舌头那在舌头是黄的 全身脸刺红 脉是红大 大便是下粒或者是便秘 下粒的时候出来很浓臭 便秘又排不出来 小便又是比较黄 这都是热症 那热症的时候 用针 寒症也会下粒啊 但是吃吃马铃薯就排马铃薯 吃玉米就排玉米出来 然后吃空心菜 就排空心菜出来 食物没有消化 那脸色面色很苍白 舌苔是白的 病人不口渴 倦怠 声音没有力量 像我们讲话 你听过这种讲话就是热症了 那那个寒症 你好 我讲话都没有声音了 那就是寒 那这个时候寒症的时候 虚症的时候 我们用揪 用在鱼目治疗法用揪 用揪的方法比 真还好 做得比较小看这个 这个揪 这个揪真厉害 尤其在揪那种 毒蛇咬伤 那个什么破仓风的时候 哇 如果真 真力不及 好用揪 揪的方法是最好 所以记得 就是我们的 这个 鱼目治疗 来分寒 寒热 这个 这个会膝 治疗的时候 一般 病人的肩有的就是内脏的痛 痛症 好 痛 好 他有止痛的作用 止痛的作用 比如说 这个 这是大肠 这是肚脐 大肠 大肠 好 现在有个人呢 大便出来 便血 我们有 痣疮的便血 痣疮的便血呢 我们分内 跟外 内置的便血呢 是先 血 先大很多血出来 后便 最后再排大便 这种的无痛 完全没有痛 外置呢 是先 先血 先便 后血 就大便排完以后呢 我们在 在插纸的时候 看到有 纸上面有血 这是痛 还有一种呢 便血 它跟痣疮没有关系 这个是血 便呢 混合在一起 这就不是痣疮 好 是属于 大肠炎 那大肠发炎的时候 排出还是血 一天呢 这个血汗大便是混合的 有时候大便一天二十次到三十 三十次 都有 上完了又要跑去上 上完又跑去上 哦 肚子又痛 腹出本动 肠里面都感觉到痛 我们不用 我们先不要讲药 我们用针灸做 用针灸做 吸血 我们知道它是大肠 所以在大肠间的吸血 我们就可以帮它怎么样 止痛 温流 对不对 那它在 腹上面是不是腹 大肠是不是腹 对 中腕穴上 中腕又是 胃的木穴 又是腹的灰穴 所以我们用了腹的灰穴 用它的灰穴 同时 配合它的吸血 下针的时候 这两个穴的同时用 我们就特别一个名称 称之为 灰吸治疗法 灰吸治疗法 原则上就是 当有痛症出现的时候 就会使用 痛症 有炎症 一般炎症 炎症 如果今天有个病人呢 咳嗽 咳了很久 咳的肺都痛啊 还咳里面都带血 这不可能严重 因为那个脂气管都咳破了嘛 你说他也没有肺癌 也没有 然后就是咳里面带很多血 那个很痛 那我们是不是就咱 他肺我们知道 这是内障 对不对 我们肺的木穴 抱歉抱歉 肺的那个胃穴 那个脏的胃穴 脏会脏门 你现在脏门 下了脏门以后 你要下费金的什么 吸穴 孔罪穴 就是这意思 好 所以脏会脏门 俯会中完 就这么来的 看那个针究大臣 眷武 眷武 这个第一百零页 看这个书上 周围可以看到 就有九征的图 有没有 原图在这边 现在回到一刚开始 这个九征的原图呢 原样 按照这个 123456789 这个顺序 就在墙壁上 那是 那是 真实的原来尺寸的模型 书上当然画了 把它缩小了 对不对 原来尺寸的模型 就是 在墙壁上那个图 所以 下课可以去看看那个针 那 平常呢 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第一个针呢 就是禅针 看起来像头像剑一样 专门赤热用的 所谓赤热 并不是说这个针一定要 要把它扎到里面 留针留二十分钟 不是 赤热就是放血 点赤放血而已 比如说 现在诸葛就了解了 举例给你听 这个 我现在眼睛红肿 很痛 眼科医生跟我说 老师我脚摸眼 对不对 好 那怎么办 你不吃热吗 好 那你的斩足 吃毒工 同指寮就太阳 耳尖放血 那放血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 缠针 像个箭头一样 现在你不要 你不用做那个 真弱麻麻麻 做的样子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放血针很好用 西方医疗这个 这个很好 放血针你砸开的 那个三角尖尖在那边 刺破几点血出来就好了 赤热 所以 赤热只是放血 你千万不可以 把那么粗的针 砸上砸到里面 你留在那边 痛死他 好 这是不对 就是放血 放血用的 好 第二个针呢 是我们的圆针 为什么叫做这个 这个挫磨分肉用 这只是说 我们用这种圆针呢 是在 不是砸进去的 在肌肉中间 筋骨中间 比如说 我现在举例 这个两个针的中间 上两个针 那个 心包针 内关穴 那这两个针的中间 我们用这个圆的针 不是砸进去 而是针 碰到两个针的中间 来消灶它 按照顺的针 来戳它的手 顺的针就是补 逆的针就是蟹 逆的针就是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针产生呢 第一个是遇到怕针的人 第二个呢 是避人元气很虚的时候 那元气已经很虚的时候 比如说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个我们下针要用气 来帮他治病 他就没有气了 我们就用这个针来倒气 倒气 因为针比较好 不然你那个指头比较大 按那个两个针按不进去 我们才会有这个针出现 所以我现在介绍的九针的使用的方法 时机 那这个提针呢 好 那这个针呢 非常的长 又低 那一般呢 我们是下针下 这个比如透针用的 透针用的 那我们透血的时候呢 比如说杨老透见识啊 太阳透帅骨啊 好 英灵圈透 透杨灵圈啊 好 我们就绝骨透三星焦 很多的透法 透针的时候呢 一般是气足的时候才透 气虚的人我们也不透 透下去没有用啊 里面没有气在里面 那除了你忘 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有没有气 同时你可以看河谷 河谷是气穴 河谷涂出来了 气就很足 河谷都凹下去 要这样凹下去一个洞 气就不够 不够 再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风针 风针 风针呢 是所谓的三灵针 三灵针也是我们放血画龙用的 放血 所以那个禅针跟风针的缺 那个两个不一样 这禅针大部分 我们都是在头面上用的 头面上 因为头面上的话 怕针太深了 一针就戳了骨头了 所以用箭头 那个针头很小 不容易插到很深 那这个三灵针呢 这个就很锐利 非常的锐利 那我们下针下去去的时候 在我们的四肢末梢放血 在背后上放血 我们就会用这个风针 风针 就会像那个扁钻一样 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就会下课再去看看那个针 再来呢 这个 披针 披针 披针呢 这个扁皮的像刀子一样 像我们针中间那个 像刀子一样 那是我们吃到龙泡里面去 总 龙泡的时候用的 好 再来呢 都会看出圆力针 好 圆力针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圆力针 还有豪针 好 用的最多 好 这圆力针呢 好 一般来说就是 我们治疗这个 痛啊 酸痛啊 我们就用这个圆力针 好 那这个豪针呢 也是长针 长针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吃那颗 如果是病比较深的时候 我们用长针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应铃圈透 羊铃圈啊 比较深的 腿比较大 他用其实针差不多 只是因为用的部位 深浅 所以他用的不同的名称 那豪针是很细的 他好像毫毛一样 好 那最长的是长针 有的时候我们用的长七寸 好 七寸的时候 我们除了 比如说 我们有一种 有一种透法 比如下半身麻痹 我们从脊椎骨旁边透 这个长针呢 没有说一定要七寸 过去我们针匙的手法 投在这边 背后 脊椎骨 我们在脊椎骨旁边 下针 这个针下去 眼内皮一直吃 吃了腰部 七寸的话 可能才到格苏 吃了腰部 有时候到二十长 二十寸那么长 一点点吃进去吃进去 这是治疗下半身 瘫痪用的 我个人不赞成用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 第一个不好吃 这个运中的方法 就真容易弯 非常不实用 但是 它是两边刺 平常最长得吃到这个 平常我们的七寸针 只砸到格苏 好 七寸针这样 那治疗是下半身瘫痪用的 那你从 都脉 比如说大椎 旁开五分的里面 岩的骨头 岩皮一路试下来 然后吃了七寸在里面 两个针 只留两个针鸣在这边 好 专门治疗 集结五用的 好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豪针 好 跟这个 这个圆力针 体力针都比较细 好 三菱针就是用了很多 放学用的 最后呢 是火针 这火针呢 就是我们这个 我刚刚跟诸位讲治疲 但 这个火针呢 比较粗一点 好 我平常我们用那个一寸的针 烧两下的针就 那个那个金属就 疲乏掉了 好 你用二十八号的针 二十八号针 针比较粗 好 炸一次也就不行了 可是二十八号针呢 至少不会疲乏那么快 好 它针比较粗 你下去去的时候速度也快 好 也不会做针啊 然后扭曲了 或者什么样子 好 九针呢 现在用的人不多 好 使用的人不多 那 这个九针法 那做 买这个针也不方便 市面上最常买到的针 就是一般的豪针 好 我们有一寸 一寸半两寸 两寸半三寸 好 甚至四寸都有 还有就是 放学的三菱针 那现在那个三菱针 我们也不用了 因为三菱针你用了 还要再消毒 那你放过一个人 还要再去消毒 那么麻烦 好 不用我们现在就用那个西医的放学针 就是他们拿起来 验血的时候 刺破一点点 验糖尿便的血 好 那一点点 那时候三角针就可以了 好 那 这个 下堂课呢 我们要讲 这个 植物流注跟灵归八法 好 按照 节气来开血 那我要注意呢 这个 这个 镜头前面的人也要去买 好 我们去买这个 这个 这个 一般一本万年例 一般的万年例 好 我写的这本就是手册 比较方便嘛 一打开就可以查到今天是什么日子 好 我们还有一个 零规八法盘 都是零规八法盘 还有植物流注 后面是植物流注 这是零规八法 我们需要有这个工具 好 这个 再加上这个 这个万年例 你有这两个工具的 你就不需要去算 哇 就算开去 开金 那什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好 那去开门啊 旗门嘛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去推算不需要 自己把它通通算完了 好 直接归纳 各种不同的书局 那 可能有各种不同厂商做的不同的办 有的人做塑胶的 原的 有的人做这个 这个铁片的 铝片的 然后 这上面有刻度的 那有这个工具就很快 好 那针灸呢 当我们介绍到 零规八法 和植物流注的时候 就已经很 很 零规八法 应该是挂嘛 运行的八卦 好 就到顶了 那到顶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案例临床 介绍案例临床的时候 我们是从 头开始介绍 一路到大脚趾头肩 好 从皮肤的指甲 皮肤一路到筋骨 内脏 好 好 胆小上 为大量彷徨 一直到 甘心皮肺肾 全部用针 什么时候用针 好 遇到各种不同 内科兵外科兵 有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组合 学校怎么样做 好 务求立竿见 好 后面一段时间 我们就开始讲 林正 实际 我们在做的时候 手法是怎么样子 好 那针灸的急救 我们回到前面去 好 给周围看我们怎么做 好 过去呢 还有一些人叫温针 过去因为 那个什么叫温针呢 就针那些 先放到嘴巴里面 等到温度够了 就吓死 现在不要这样做 那病人逃走了 吓死人 消毒管理也没有 那以前温针是因为寒冷嘛 天气很冷啊 不温不行啊 因为你那个冷铁 如果你在冬天 你走到那个 那个哈尔滨 对吧 那外面是 哇看那个 那个那个冰很漂亮 这个雕刻的很漂亮 那边那个电线杆 旁边 铁的那边 你碰上去看看 你如果用舌头去点 啪 舌头去点 啪都啪不下来 所以说那个时候 会有温针的现象出现 放到嘴巴里温 现在的 什么温针 不要去想 所以我们要去府存青 所以周围看 看珍珠大神 那我教你的呢 如果我们再花三个月 你也是一样 数据讲不完 一篇篇讲的话 不是 这讲不完 珍珠的精神抓到 其他都是锦上添花 所以你看后面有什么 玉龙割绝啊 我们的回扬九针啊 十三鬼穴啊 金外其穴 这些呢 都是给你锦上添花用的 我们在介绍 治症的时候 我顺便会把这些 带进来给周围看 那 以后呢 你有了主流医学以后 主流的针灸以后 那你 不管走哪里去 你看所有 海外的 那个 一些善本啊 失传的 找回来的 那个都是帮你锦上添花的 好 额外一个穴的独立的治症 是什么 这个穴什么都不管 就管这个 那你就多了一个花 不是你的真正的主流 你千万不能多了那个 比如我讲糖尿 这个这个蓝尾 这条这个 盲肠炎 好 那你就只会针蓝尾 那从此你就是盲肠炎的专家 其他病都不会治 这就是你撕掉这个 学针灸的目的 所以 我教你们的是主流 其他的都是 让你锦上添花的 那有主流医学在那边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 因为针灸太久了 所以 失传了很多东西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后人 给他添加上去 你怎么知道这是好的不好的 你有主流的医学观念在身上 你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效 就知道他 就知道他对不对 甚至于你可以创出来很多东西 因为以后你将来面临到病 不见得是你看过的 对不对 但是原则原理是一样的 你还是要用原则去做 所以病在变化 你的原则没有变 好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说 被西医诊断是不同的病 实际上我们治疗的法则是一样的 就不同的病都好 好 那同时呢我们在治疗这个主要的病的时候 旁边的附带的病一起好了 这就是中医 所以很多的附带的病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病根没有去 拖了很久 那产生了其他的附症 那你一抓到以后 附症同样一起好 好 就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中医呢 是立症再立法则 而不是立病 定了一个病名 所以如果以后出去 不要看到病名 再下症 你就不会下 那立法 我们的法则就是按照表里寒热 虚实经络的阴阳的虚实表里 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来决定这个 好下症 还有临床的辩证 虚症实症 你再决定下症 虚什么穴子 好 后面就是我们领规压八法 植物流出领规压八法 介绍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 讲临床 临症 我们怎么处理